從五歲就開始玩板的Maxime Habanets 在東歐的滑板界拿下了許多冠軍 帶著他百分之百的滑板精神 踏上我們的土地 要和我們台灣滑板人有最近距離的技術切磋 和我們一起上去 I came to Taiwan to skate with the low-cost and have some fun I started skating 16 years ago when I was five years old I started with my old brother because he was my idol back then I asked him if he can manage to get me some board and he did it 我拾了我,剛才我跳鞋 它自然充滿全日 很難介紹它但它不是只一個一個活蹤 它是這種情感和生活 所以我的朋友,我的家 和大家都有支持 我還有,一些一些人的成功 我年輕時就開始了 我從小到小的時候 我都很喜欢游戏到世界上 去其他地方和游戏 它是很棒的 能游戏到世界上 和游戏和游戏与他们的游戏 我觉得它是在游戏的 而不是在语言中 所以它是很棒的 我能游戏和他们 不需要跟他们聊天 也很棒的 他们可以在游戏的游戏 游戏和游戏 喜欢的游戏 非常有趣 俗话说得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次Maxime来 我们自然要带他 到台北的滑板胜地 新森桥下 与台湾的滑板朋友 以下招下 今天我们来到新森桥的桥下 这个地方呢 是台湾Skateboard 常聚集的地方 非常popular 大家要来这边练习 他们的滑板技巧 那我们来看这些朋友们 你们今天是来看Maxime的吗 对啊 那你们觉得他技巧怎么样 技巧很好 但是台湾也不输他 今天我们有看到现场在PK 你觉得台湾选手比较厉害 还是我们的Maxime 其实都差不多 都很厉害 那你如果要为谁加油 今天 本路的 对啊 不能出卖自己的同胞 对啊 那我们来问旁边这些女皇板手 对啊 你们觉得呢 你们今天是特别来看Maxime的吗 对啊 那你呢 对啊 那我们要为台湾选手加油 还是为Maxime加油 都加油 都不错 其实非常精彩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他们加油一下 滑板都怎么加油 这样子吗 对 alright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Skateboarders 都对这个Skate SKATE游戏不陌生 这个PK赛可以说是他们切磋技巧的方式之一 Skateboarders轮流做动作 让挑战者模仿的那个招式 如果失败一次就会得到S 失败两次得到K 因此累推 每位挑战者有五次机会 全部失败的就会得到SKATE 因此被淘汰 一直撑到最后的就是赢家 当然比赛的重点并不在输赢 而是在技术交流 以及过程中所得到的乐趣 我认为台湾选手有些技巧 尤其是当我跟他们玩这个游戏 我曾经有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他们 如果他们看见别人从别的国家 就像别人的游戏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招式 今天可以跟到他的贝赛 BSP 我觉得还蛮爽的 对啊 因为平常我没有在练这一招的 对啊 可能是他有给我吃一点压力 自己跟他互动交流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些活动 就是我也感觉到还蛮开心的 可以遇到这种选手的台湾 我觉得他的爆发力很好 我真的觉得我可能 我玩一辈子可能都做不到 然后他在skate的时候 然后他做Frontside Big Spin 真的我觉得最难的 我到现在没有成功 然后还有Feggy的 Big Flip 他说那招我最近才练成的 还蛮开心的 可以跟他比到最好 可是差一点就可以赢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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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都是朋友 这是很好的 我喜欢这种 大家都在笑 就会很久 我喜欢这种 我喜欢台湾 对他们来说 滑板是每天生活的动力来源 除了满足他们对快感的渴望 小轮子也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 不必言语 他们就可以马上进入属于他们的轮 双脚踏四轮 不用多说 滑就对了 我相信如果你的轮子很大 它应该更大